我個人認為說 以照現階段來講 不管是柯文哲 郭台銘 甚至於朱立倫 侯友宜 這個階段絕對絕對不會再有任何 支持高翁安的聲音或者言論 那高翁安現在 其實說他們為了要自保 所以會先切割 之前講說什麼四十六萬小錢 這種東西 我先點點就對了 因為上一波的這樣的一個發言 來力挺高翁安的時候 其實網路有一些年輕人 是不給予支持的 你看換作一個角度 今天這個社會觀感都希望了解說 高翁安的事情到底結果如何 不可以 奧義拖廢 那以照這種情況下 到底對誰會比較傷 我個人認為 對柯文哲會比較傷 對郭台銘有限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到底選或不選 外面甚至有人在賭牛肉麵了 賭什麼牛肉麵 來 我告訴你 你跟我講他會算 如果不算 我們來輸而已 其實你說賭博是不好的 但是外面真的有人在 開這種所謂的一比一的一個 一個 如果是牛肉麵的 應該是還好啦 不算 我是比喻牛肉麵 所以以照這樣來講 高翁安現在的情況下 大家都希望趕快去處理 但是高翁安 我相信他會有一個技巧 只要是議會開議的時間 他就有理由請假 那沒開議 沒開議 當然法官找他開庭 他就要有正當理由 那他可以刻意安排一個什麼行程嗎 你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要審下個會期的預算 每個地方政府議會都差不多要開議了 所以這會不會是他一個用拖 拖時間來讓他的一個市長的一個職務 可以再繼續加長 這或許是他的技巧 通常以臺北市議會開議 從九月十月開會開到一月 這四個月裡面 對他的判決就延後四個月 這是他的技巧 所以社會觀感現在是認為說 高翁安你到底有或沒有 大家已經煩到說 厭煩到說每天在討論 媒體在討論等等的問題 但重點有沒有有沒有罪 那看起來五十幾%相信檢調 檢警調查的內容 在以照檢警調查的內容 我們都相信他的前提 大家都希望yes or no 當然yes的比例比較高 那所以以照這樣來講 我個人認為高鴻安對整個總統選舉來講 現在是切割開來的 大家是在討論郭台銘 你到底選或不選 國民黨裡面或者是非綠大聯盟裡面的化學變化 結果會如何 到底是兩組人馬對決 還是三卡都甚至於四卡都 現在所有的媒體在討論的是這一塊 並沒有人關心到高鴻安這一塊 到了高鴻安這一塊 除非有真的有一些的進度非常明確的情況下 才會回歸來討論 但是我相信到時候要選舉的人 絕對絕對一定講話都是四兩波千金 不會像之前那樣子 我們支持高鴻安什麼的之類 絕對不會有這些話語 所以以照現階段來講 民眾已經希望趕快高鴻安案子把它解掉 讓我們知道的答案 他到底是去認還是解除掉他的職務 好 今天的進度是呢 這個北院說在九二五開始會密集的開庭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知道相關涉案的人五個嘛 但是這五個呢 有三個是一梯的 另外另外一梯 這個個別的 那我先請教又欣律師 因為這個小兔跟陳煥宇跟陳玉凱 這三個助理呢 他們其實是認罪的嘛 然後有咬出高鴻安的一些 這個涉案的行為 王玉文是不認的 不認的 他是另外一天 他是十月二號 那高鴻安又另外單獨的傳聞 就是一次一次一次 我們本來以為準備庭 是不是有的筆劑都來嘛 他這樣切開的是什麼樣的一個 特殊的法律上的考量嗎 其實這個案子 在從法院的角度來說 法院這樣的安排 是的確蠻特別 但是我們認為最特別的點 其實是來自密集審理這件事情 密集審理 其實說實在話 對我們 以我們律師 多數像刑事案件中 我們就是擔任被告的 辯護人的角色 其實我們都比較希望 可以密集審理 因為我們現在的審理方式 通常是法官一個月開一次停 就因為他們停期安排上大約 大概一個月開一次停 他如果超過兩個月不開停 他就還得要特別做一些交代 所以說他會變成說原則上 一個月開一次停 那一個案子如果假設 要開個六七次停 那就是半年以上 那如果要開到十次停 譬如比較複雜 那就要一年多以上 所以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法官在第一次開停 十個月前所看過的那個證據 十個月後他印象是什麼 要重新再越過 又重新又其實很浪費 因為他們有非常多的案子 你每個案子都密密麻麻那麼多 要重新再看一次 那十個月來 我已經又經手了 可能幾百件案子了 那我怎麼記得十個月前 我跟你在法庭上講過哪一句話 對我來講印象很深 我要判你有罪還是無罪 會忘記啊 所以其實這個密集審理 一直以來都是被告 辯護人這邊也都蠻希望 可以達成的一個目標 那這一次有做到 那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對於高宏安未必不好 但是他這個密集審理 顯然因為這個選舉的關係 應該是高宏安應該又有話可以說了 為什麼 因為既然是這樣密集審理 這個案子就真的有可能會在明年的大選之前 判得出來 假如法院 他就是依照一個密集審理的進度的話 他是有這個機會的 他的審理次數什麼是有機會 那你說像好比他這一次 這個第一次的這樣開庭的是三次安排 有這個是合理的 看起來是合理的 原因很簡單 有三位被告 他們是認罪的 對 那甚至也轉為我們 如果俗稱叫污點證人 所以他們開這個準備庭 準備庭的意思是什麼 準備庭就問你 你認不認罪 他第一件事問你認不認罪 那既然認罪 那這是這一庭 他可能很快就結束了 對 所以這是很好解決 這個就可以結束 那第二個 為什麼王玉文獨立出來 他也許會改變 他原本你是不認罪的 突然認罪 但你說不定會認罪 因為看到其他三個 現在已經沒事了 非常關注我們節目 我們都幫他提供很多 就法律上面這個工廠 對他有利的 對他有利 因為他有可能 他到了審理中 還有認罪機會 還有減刑的機會 他還有 那他如果認罪 那如果他認罪 所以他這個是有機會認罪的 好啦 就算你不認罪 王玉文你要調查什麼證據 這就是準備程序 第二件要處理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什麼證據要調查 那王玉文就也就這樣嘛 他還能調查些什麼呢 所以至少這一庭 也可以在一個可預期的範圍內 把它結束掉 那為什麼高宏安獨立出來 那就那很清楚啊 大概你不會認罪 好你大概十至八九不會認罪 而且 他一定會拖時間 那要拖時間的話 最好的方法 以目前來講 大概有幾個 我們大家都可以預期的 這應該不算我教他 應該他的律師 應該都想得到啦 第一個 律師開庭後面就開始 這個時間不行 那個時間不行 律師 律師忙啊 律師還有別的案子 就開始衝庭了嘛 不是啊 他律師了好幾個 那這三個 不可能大家都衝庭了 你開一個來不行嗎 沒有 因為三個都是太有名了 三個背景都是 前高院的法官啊 或者是前北檢的主任檢察官 大喔 前新北地檢所主任檢察官 案子太多了 衝庭 法官不好意思 三個人真的都不行 就看你 這是一種拖時間的方法 我們幾乎可以預期看得到 第二個 甚至我覺得拖時間 剛剛建議兄提到的 被告自己如果不來 這是刑事案件 被告不到庭的話 案件不見得可以進行 那他怎麼不來 那我有公務啊 除了議會要開議以外 對不對 公務是他說了算 他是新竹市市長 他如果排今天要去 再去挖個棒球場 那也是公務啊 而且因為停息 都會提前通知嘛 對啊 那通知後 十月 好意思 好日子趕快 我要去挖棒球場 一挖土一洞土 對不對 那又開始挖 那他自己可以告訴自己有公務 所以我覺得這又是另外一個 很有可能遇到問題 而且他跟你讀 什麼事 我被告不來 然後我就一次兩次都是公務 那我時間就拖到了 法官你敢不敢拘提我 你如果拘提我 可以啊 你可以拘提我啊 可是我是不是就可以 在政治上又可以發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 看起來未來應該會是 這個程序上去拖延什麼 那最久可以拖到多久 一審的法院判案期限 其實是一年半 一年六個月 但是說真的 那他如果一直要請假的 那個情況下 在多久請假都還是 那種狀態才有可能會進入居體 比方說是半年還是說一年 其實法官很少 法官真的很少去居體 因為像這種案件 尤其是又是政治人物 又是新竹市長 不敢直接這樣拖延